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Whisper的新的这个API 这个是OpenAI在3月1号吧 然后发布的这个新的这个API 这样我们可以通过网上直接去发一个请求 然后就把文件发过去 直接就可以得到这个转译或者翻译的结果 这个这个这个结果是 这个工具这个目前这个API还是比较粗 就是还是在试验的阶段 当然可能功能还不是特别的完善 我还发现了一些bug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变化吧 首先是模型上的变化 就之前呢我们就是有个模型 就有很多模型嘛 其中有个large 原来那个large呢变成large v1 就变成了一个老模型 然后现在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叫large v2 large v2呢它有哪些变化 就是首先它的证券率就提升了5% 然后呢 然后它的模型大小尺寸跟原来是保持一致的 然后呢 如果大家去看那个API呢 就是也会发现了 还会就原来这个large的名还在 就是但是如果现在选large的话 其实large v2 然后我们在IPI请求上呢 这个请求的这个模型呢 其实在网页上只有一个就是这个large v2 这一个模型 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优势对比啊 跟本地运行对比来看一下 就是说在线的这个API有一个什么好处 第一就是速度快 就是非常快啊 基本上我是转移一个16分钟的视频的 16分钟的语音的话 只要40多秒 如果在本地的话可能得40-50分钟 然后另外就精度很高 因为这个large的模型嘛 之前在本地不想用的原因 主要就是因为它那个速度太慢了 非常影响时效 所以说一直没用 如果用的话效果是非常好的 然后灵活性啊 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不局限于我们机器的性呢 就是我们机器是一个小破电脑 或者是一个移动设备对吧 只要它有网络 只要能通信 都可以非常快速的得到这个转移的结果 然后成本低 这个一方面是 我觉得结果最大的是时间成本 倒不是说这个金钱成本 因为时效性特别重要啊 如果大家能转移一个1小时2小时的文件 对吧 可能在本地如果用large的model去跑的话 可能要跑个 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 如果电脑不太好 甚至更久 但如果有这个在线模型的话 你17个小时可能七八分钟就跑完了 而且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成本是非常可控的 而且是非常值得赞赏 非常令人惊艳的一个结果吧 然后另外关于这个金钱成本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价格 就是它这个官方的IPI给出的价格是 就是每分钟 它是按了分钟去收费的 它是每分钟是0.006美金 换了人民币的话 大概就是四分钱一分钟 然后呢 如果换到一小时的话呢 就是说美金的话就0.36美金 人民币的话大约两块四毛九 大概两块五一两块五一小时 而这么来算的话 其实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优化的手段 这个价格直接砍半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啊 对比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一台很便宜 普通电脑就得到 你可能买一个上万块的显卡 甚至效果更好的 更好的效果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 性价比还是非常之高的 然后下一块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代码讲解 然后就是我给大家写了一个就是说如何去操纵这个IPI的一个代码 这个整个大概流程说我就会先介绍一下对吧 这个安装程序包 因为这次我们要用一些新的包 然后另外就是说就是这个OpenR在请求这个Whisper的时候 它有一个bug 就是如果我们请求不想要的话有个bug 我会告诉大家如何去修复 另外关于这个视频分离音频 就是说大家有可能本地要转的 可能就要做这个转移 因为提交是有那个文件大小限制的 不可能把你整个视频提交上去 所以我也提供了一小段代码 就是说帮助大家把这个视频里面的音频啊抽出来 抽成MP3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说 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Whisper API代码如何运行的 然后跟大家讲解一下代码中的一些细节 现在来看 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代码吧 好我先退出这个放印 然后这时候 拉出我的代码 这时候我来看一下啊 稍等 然后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代码这块的话 我觉得首先最重要就是说看一下就是说程序包 这次呢我是在里面就是 大家在我的GitHub上会看到里面有一个这个Requirements文件 简介来看到这里面 我会先加两个一个Moviepy 一个OpenAI这两个包 这个包如何去使用呢 其实用起来非常简单 之前我跟大家都说过就是PIP install对吧 然后-R 然后Requirements 打个RE然后直接tap 然后直接去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他已经安装过的包 他就不会重复的安装了 只是去帮你检查一下 这说明我已经全部都安装完了 说明是OK的 然后呢这个部分过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到这个 对这个部分代码 这个代码就在这个到这我会传到那个GitHub上去 大概就是在这个Whisper这个文件夹下面 有一个video to MP3 这个里面就是说这里有一个pass 这个pass是啥呢 比如说这里我有一个视频对吧 我比如说视频的路径 比如说这是MP4对吧 我右键拷贝 然后找一下这个copypass 要选这个绝对路径 你把它拷贝下来 然后粘贴在这里 粘贴完之后呢 然后你可以取个想要的名字 然后结果是MP3 然后这时候你只要点一下 对吧 这个current file 然后再点一下运行 这时候呢 这个你就可以在这个当前的目录下面 得到你这个就是一个叫MP3 out.mp3的这个这个文件 这是告诉大家如何去取出你的MP3 因为这样的话 文件会小很多 然后如果你拿到这个MP3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复制到你这个data的这个文件夹下面去 然后 然后呢 我之前把我就是那copilot这个视频的MP3放到了这里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再看我的这个Whisper 这个我写的这个代码 首先来看一下就是随先引入这个openAI的包 然后我这里做了一个计时 然后这个key OK 这个key是从这个openAI的官网去获取的 然后需要绑定大家的信用卡 然后再大家一步一步来看一下 首先到这我会把这个地址粘贴在这个视频下方 大家也可以直接进去找 直接进入到你的openAI的扣台地址 然后呢 直接就是说 然后在这个 点一下这个overview overview的话这里就可以点 我记得应该就在这里 就可以绑定你的账户 你点这个pay methods 最后呢 你正确看到你的信用卡 你可以增加你其他的信用卡 然后呢 然后你要在这里设一下你这个使用上限 对吧 你说最高的多少 对吧 你到20美金 对吧 这就不让用了 到10美金就会提醒你 提醒拥有者 对吧 你花了10块钱了 对吧 防止大家 他默认那个比较高 防止自己破产 对吧 他这个也不是很贵 然后呢 如果这些都设置好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就点一下这个API key 然后大家 你可以在这里选一个 生成一个新key 对吧 然后这一次性的 然后复制 对吧 然后粘贴过去 就可以使用了 当然 我也放着大家抄袭啊 先把这都给删了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代码 对吧 然后这时候也把你的key 粘贴到这里来 不要给任何人知道 因为这就是你的钞票 然后直接到下面来 然后这个File Pass File Pass就是你刚刚 出取出来的MP3文件 对吧 你直接右键 然后copy 然后选这个绝对路径 copy完之后 你可以粘贴过来 因为这个路径 在每个电脑上 在Mac或者在Windows上 这个地址完全不同的 其实我会把这个test 测试文件留在这 大家可以copy这个test.m4a 这个文件 这是一个小的 一个音频文件 大家也可以使用 这个去测试 但是你得在本地 你就直接这么去copy Path 然后绝对路径 然后在这里 再粘贴一下 然后大家运行就可以了 然后呢 另外需要介绍一个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Prompt 这个Prompt是干啥呢 是解释 就关于你这个视频的 基本描述 如果上面你的视频里面 带有一些关键字的话 比如像我这里面 GitHub Copilot 还有代码补权 这个东西写在上面之后呢 它就会在转移出来的结果里面 把这些东西就保证不会错的 就可以帮助你得到更好的结果 然后呢 我来看一下 下面最核心的一段 对吧 这个OpenIR 第一个 这个就是你的模型 这个模型 目前只有这一个 就默认在这里 不用改就好了 这就是垃圾V2 然后这个File 这个File 你还记得上面读到的这个File 这个File就是你之前 你的MP3文件 然后这个Prompt Prompt就关于你这个视频的描述 你尽量把你的需要的视频里面 关键字 都给写在这里面 不用写太多 写太多 它也不支持 然后你就写一些在上面 然后Response Format Response Format 它支持很多种类型 如果你这项是可以不写的 这个Prompt Response Format 这都可以不写 包括后面的Language 都可以不写 我这上面写的只是为了增加它的准确性 包括我需要的SRT文件 SRT文件是那个 就是带时间戳的 那个字幕格式 这样子好 我可以直接放到YouTube上去用的 然后这个呢 就是说默认是Jason 然后你要用其他的格式呢 你就在这里填上去 你喜欢 想要的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Language 而且我知道它是中文 对吧 如果你不写的话 它也会自动检测 然后这里Output Pass Output Pass也同样 对吧 你这里可以把这个Output 这个地址给拷贝过来 对吧 因为每个人电脑上不一样的 对吧 你点完之后呢 你拷贝完之后 你注意看啊 这个是指到Output的 你站过来之后 你后面还自己起个名字 对吧 你.srt啊 或者什么文件 后终啊 你可以自己起一下 然后呢 这边就会根据你这个 请求的文件 直接把它给保存到 你这个当前的目录上去了 就你这个地址 然后最后还会显示一下 你这个就是花了多少时间 我刚刚去看了一下 就是说我这16分钟的 呃文件 就大概只要43秒 这个非常非常快 而且精度非常高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 对吧 这个结果就是 本来我这里是错的 它这个补权 是这个补权写个不全 就是这写的是 拼写不对的 但是我加了Prompt 或者那个提示代码之后呢 提示句之后呢 它就是全部都是对的 啊 是非常 应急 当然它还会有一些小的错误啊 但你可以自己再去纠正一下 然后呢 我可以再看一下 我把这个东西就传到了我的GitHub上 呃 传到我的YouTube上 大家可以简单的去看一下 这个结果 在这个视频中 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一个 这个代码不全工具啊 呃 Copilot 这个工具啊 也是有那个 对啊 大家可以给大家看到这里 基本上告诉大家 就是说这个生成出来的结果 是真的是可以使用的 不是说啊 就是精度很差 或者说时间不 时间戳不准 这个基本上来看是效果 目前看效果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啊 现在我们来回到我们的代码啊 另外啊 刚刚有重要的事情 忘了去解释 就是说大家如果去跑这个代码的时候 默认直接去跑的话 如果你选的是SR 不是默认格式的话 它会报一个错 这个错呢 其实是由它原生的里面一个文件 就是IPI里面一个文档写的不对啊 这个文档的位置在哪儿 这个文档的位置 大家可以在这里啊 如果你的虚拟机里面 对吧 你按照这个地址去找这个文件 对吧 然后大概如果你找到之后呢 它又在这儿 这里面 就是669号 在这里 它原来直接把默认传回的都是Jason 对吧 我这你要把它转成这个文本 不然的话就按照这么去改一下 不然的话就是它会报错 你没办法保存文件呢 对 然后 这就是这个代码讲解的部分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PPT上 好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PPT 然后下一部分呢 就是 我去说一下 就是说 这以后的关于这个 这个Whisper的优化的方向在哪一块 首先就是这个上传的文件 就是我们在网页上 IPI提交的文件 限制是24兆的 24兆的话 首先我们就要把音频 视频里面的 把音频给抽取出来 这是第一步一定要做的 刚刚我在视频里面已经讲过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音频压缩 就是尽量保存成MP3 或者说就是一些压缩率 比较高的一些文件格式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长音频切割 比如说你这个文件 你开个会议真的有5、6个小时 你怎么也不可能变成24兆对吧 就是说你需要采取一些把它分成一部分 按照大小或者按照时长 分成30分钟30分钟 这样去循环去切割一下 然后再去用IPI去帮做这个转移 后面还有一个可以优化的方向 就是因为它是按分钟收费的嘛 这么就考虑的话 就是保证时间越短的不就是越便宜嘛 我之前就知道这个Whisper它是可以 就是说你音频倍速就是说你把一分钟压缩到 直接快速把它压成到这个30秒 对吧 它识别出来精度还是不错的 甚至可以三倍四倍的这么去压缩 大家可以以后就尝试测试一下 根据你测的不同的语言 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但我知道这是可行的 这样可以直接省钱了 可以至少省一半至少 甚至更多 然后另外考虑应用场景 这样子的话 其实有了这种Whisper的在线的这种IPI之后呢 它会提供更多的选择性 包括对我来说 影响都巨大的 对吧 首先就是在移动端 包括我们在普通的笔记本上 或者常用的电脑上 甚至手机上 这样我们的录音都可以非常高效 甚至接近于实时的 或者很快的 把它得到这个转易的结果 转易的稳稳结果 这非常方便我们日常的去使用 但是呢 这个由于就是如果你没有额外的隐私要求 就是你可以上传 如果你个人使用 这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你是商业使用的话 你可能公司可能不允许你的文件外流 那可能你还得使用Whisper本地的这个模型去跑 就如果当然你如果公司有显卡 有服务器 对吧 这也不是个问题 但如果这是对个人来说 其实这个IPI的使用的话 就个人的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这期视频呢 大概的内容就在 都就这些 然后欢迎大家点赞 评论 关注点亮小铃铛 谢谢大家